科學新知第四節 原本科學是不應該講政治的 但是近年科學就和這個政治打上關係 最近大家知道了 中國都是很熱衝來 將火箭上去太空 以及都在太空那裡建造的這個太空站 但是無奈就好像似乎他們當這些物體 隨意跌下來這個地球好像不需要怎樣負責任 所以最近這個太空總署公然批評中國 它不算是隨地泡垃圾 這個長征5號B的推進器 或者正確的說 美國控訴中國對於 這些太空垃圾跌下來的時候 那些軌跡數據就不公開 因為其實你要去檢查它 譬如美國不是有一個系統不停地檢查太空垃圾的東西 然後其實你如果檢查哪一塊的衛星 報廢了什麼時候掉下來呢 你是檢查到的 它會檢查大約是哪個位大大小小的 不過那塊如果小了 基本上你不擔心 它掉下來的時候會消遺了 甚至乎你可以想像到Elon Musk去射那堆 Starlink那堆衛星仔 一堆射上去 樣樣很細件的 狂跌下來的 它會不停地射上去 一堆會掉下來的 但是那些基本上它會有得追蹤著 而且它的追蹤資料是會給大家分享的 我記得那天就算天空那個 都是有在美國的那個數據那裡放上去 因為天空是整個太空站的 它的目標比較大 這個數據也有公開的出來 但是有時是一些太空垃圾 尤其是關乎你在發射過程之中 是丟在太空那裡 它自己慢慢掉下來的那些 其實那些都需要追蹤 而且追蹤完之後 不可以只是自己藏起來 都是需要公開的 那麼具體上大陸 中國大陸自己又沒有將它做追蹤 那麼這個中國大陸自己會知道 但是它沒有將數據公開出來 這個就是成為了現在被人譴責的地方 好 那麼這個問題 誰是誰非呢? 我們有沒有資格去判斷呢? 這樣說吧 我是支持這些關乎 因為大家撥下來撥下來誰不知道的 那麼我會覺得這些東西就說聲好聽 就是 大家都是在扔垃圾上去的 我不是說你有權扔一塊我就有權扔三塊 而是就是說大家都有一個回收的 就是有一個追蹤 還有就是令到風險可控的這個責任在這裏 那麼這次那塊垃圾呢 我又覺得幾... 就是為什麼要混合一些政治的東西來講呢? 就如果大家看回最後那個殘骸 應該就是屬於長征火箭 它發射出來的時候那堆的殘骸來的 就是不是那個衛星 不是那些什麼太空站的那些組件 是的 是那個火箭的那些殘骸 那麼它就最後掉了下去... 菲律賓 是的 菲律賓 甚至乎是印尼一帶的 都找到的 因為不止一塊的 那就掉了去那裡 就不是掉了去海洋裡 掉了去陸地裡 就有人撿到 那麼你看回印尼 馬來西亞那邊的新聞呢 就說了 拍了那塊東西出來的了 就是長征5B火箭那些殘骸來的 那麼慶幸就沒有人受傷 OK 但是呢 其實就... 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 那一帶的上空呢 其實就是在去... 大約是...那個時間差 其實我想都是在說少於24小時左右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就都飛過那一頭的 因為它那架飛機 是從新加坡出發的 就不是直線飛台灣的 就兜過了那個...這個沙巴那邊 那麼再由菲律賓勾上去的 那麼其實就在它... 就是... 飛過的之前的那段時間 就舊東西掉了下來 這樣 你可以想了 這些天空東西 尤其是太空垃圾東西 它早幾個鐘跌 前幾個鐘跌呢 我們是掌握不了的 其實是有個誤差在那裡的 因為始終就是不規則形狀 那麼...你說如果它一下不小心大家來時就... 擲證的時間 剛巧啊 佩洛西架飛機飛過呢 那麼... 就是...你有意無意 碰到也不好啦 隨時... 我就很怕這個世界 無端端的因為這些很無聊的東西 擦槍走火的 我的世界其實都是這樣的啦 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的啦 是 那個無聊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的啦 很無厘頭的事啦 但是我絕對相信是... 這個沒有心的 大家都沒有意的 它又不知道它的火箭會掉下來 它下山又不知道那段時間要敢飛發 其實它不流行飛發的嘛 實際上那個運算你都不知道在哪裏 你大約可能是一個範圍而已 你可能到最後一刻 你知道大約在太平洋的 那個地帶那裏會掉下來 你會不會就是... 哇 原來那裏是有機會跟佩洛西的行動 差一點點 其實是那一頭啦 但是時間上 就是坐開了的意思啦 是 好啦 那這個就提一提啦 但是這個問題我相信... 很合理的 會說可以解決到的 因為你有你寫 我有我寫的 你看我什麼時候掉下去 總之不掉到你頭頂就算了啦 大家有興趣就找一下那些 追蹤太空垃圾的資料庫啦 是啊 除了這件事 有一個都挺有趣的話題就是 其實月球呢 是不是好像我們想像之中 那麼... 氣候那麼極端的呢? 這裏呢 其實就要回答你 很久之前問了 有一集問過我的問題 其實都是我們這一季科學生資 你有問過的就是 就是為什麼還要去研究一下月亮那些東西呢? 那我那天就給了一個很粗力的答案 就是說 那你有些地方進去 你也沒有去過的 還有有些地方就是 可能有意值得去的 譬如去過兩極的那個位置 OK 正面我們下過背面就都有衛星影過 但是兩極的那些位置呢 我們就少去一些 而兩極的那些位置 有時候可能我們會找到一些 可能是找到有水墳在那裏有冰在那裏的 你如果沿著那尺道走 繞去那個月亮的後面 或者月亮自己在那裡繞著地球公轉 那樣的時候呢 它會有機會過自己的月亮的屁股 被太陽曬到 那些位置呢 沒有太陽曬到的時候 就零下百幾二百度 但是有太陽曬到的時候 就涉事去到三四百度 就是二百幾度 那個溫差好像很大 但是唯獨是在兩極的那個位置 剛好就是很平均地的太陽 又不會有斜射 又不會說是那個反正 就是那個溫度變化反而會沒那麼大 它既是會避免到那個宇宙空間 暗一些太陽照不到的位置 就算被太陽照到也是斜射的那些位置 那會不會在那些位置 會找到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呢 甚至乎就是有人會說 你幻想會不會將來我們做月球基地呢 那月球基地很適合的地方在哪裡呢 會不會就是這些地方呢 那好了 那在這裡就有東西去報告給大家聽了 我們找到一個很正的位置 那台長應該有一幅相可以拍出來的 就是拍到一個地面下面有個洞 那個洞下面你可以想像就是 等於就是你挖到一個地洞 那個地洞就是下面的一間房 OK 然後它就說 測到那個地洞的溫度 其實你又離遠去拍那個紅外線的影像 你就知道那個溫度發覺原來呢 就是月亮我們上面找到一個洞的地帶 是保持著 無論太陽曬到曬不到也好 它都是攝氏17度左右的 很正的溫度來的 攝氏17度呢 給大家穿個長袖衫 長袖褲 連外套都未必洗 如果沒有什麼方向外套都不用換了 那就很涼涼的位置 穿件jacket就搞定了 是不是 但是當然如果是月亮 就算溫度那麼適合的 你都一定有個衛生裝置的 就是那個氣壓要維持住 其實那個位置會不會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它已經是天然有個恆溫在那裡了 那接下來我們在那裡整個基地的話 基本上就是整個氧氣供給系統 那裡好在這裡是個洞來的 算是天然屏障比較好的地方 那頭長應該按到那張照片出來 就是這個洞 我都覺得幾次我們擠完暗瘡的洞 這些 剩下一個洞在那裡 你會看到就是那個陰影在那裡 它真的在下面套進去的洞來的 那為什麼會形成到這樣的洞呢 這裡他看不清楚 但是就是說拍到那個洞的溫度 就是攝氏17度左右 那是非常理想的一個溫度 那是不是理論上我們可以在那裡住? 就是這樣說 要在那裡 你要形成了一個基地 要解決的那個技術困難會少一些 首先你要有穩定的氣壓 另外你要穩定的氧氣供給 和那個排走氧氧化碳 然後這堆東西你要維持這堆東西的運作 你需要能量 那譬如那個能量你可以就是 你不想要在地球上帶上去的 你就在那個太陽能去採集 那你可以放一個洞在外面 去採集太陽能的能量 然後裡面你需要的氧氣 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就是當然了 你一是你就將人敷出來的二氧化碳 再將它自己去再改造它 OK 吸走那些碳 那你可能需要光合作用 你將它還原那些氧氣出來 或者甚至乎是拿附近土壤裡面 譬如你說就算有人說黎沙 二氧化石 有氧在裡面的 你能夠把它拆出來就可以了 但是那個需要的能量很多的 會不會有些是沒有那麼多能量的? 那我試試找一下上面一些的會不會有鐵礦呢? 未必有鐵礦 那可能會有其它的氧化物 比較容易一些去電解的 甚至乎如果有水氣在那裡 是不是? 一氧化二氫 OK X2O有O在那裡 電解的水就拿一些氧氣出來 那就是在那裡土壤周圍裡面 有氧化物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有希望拿到一些氧氣回來 有能量我們就有希望可以提取一些氧氣出來 我們就希望用最少的能量 去維持到那裡的衛生裝置 但是如果那裡原來有天然恆溫的環境 你要去做一個 你就不需要有額外能量的恆溫裝置了 你採集到的能量就可以很專心地拿來 去維持氣壓 以及維持裡面的大氣成份的平衡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有一天我們就選擇在這個月球上設一個基地 不過最近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的消息 好像我記得有些人是嘗試將在外星拿回來的土壤 我不記得是在外星拿回來的 發覺是可以種到的 其實也不奇怪的 如果月亮 其實它都是二氧化值比較多 像泥沙來的 問題是泥沙裡面多不多礦物 或者你有一個泥沙你自己帶一些肥料上去 你可能人類在那裡吃了一些東西 你自己都會摸一些有機肥料出來的 將那些東西混在月球的土壤上讓它肥沃一點 那其實按照計是可以做到的 反而你說火星麻煩一些 火星比較多鐵獸在那裡 就是那個鐵獸份量這麼高的泥土 種不種到東西呢 這個就麻煩一些 但是我會說月亮的那個泥土 應該反而會是容易一些 可能有一天我們在地球有一個實驗室 裡面有軍室去種東西 接著就有太空人在上面去走走 但是要小心一點 有一個東西 月亮的泥沙和地球的泥沙 成份上就算是一樣 你知不知道它形狀上可以很不同 為什麼不同? 月亮的泥沙是慘手很多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地球很多時候的泥沙是經歷過地球的大氣系統 用那些天氣現象衝刷過的 石春可以磨得很滑 很軟 那些泥沙大家你磨我磨你 經過在水裡這樣衝來衝去 撞來撞去 可以大家的靈角撞到崩了 所以最後是水清沙 有些沙就不會慘到你 你踩上去很舒服 但是月亮上的泥沙呢 它之所以能夠由硬的變成碎的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停地被外面的那些泥石撞去 OK? 於是你可以想像是不停地將 等於是不停地將玻璃打碎 其實是很細碎的玻璃 很細碎的玻璃其實可以 所以我說月亮泥沙很慘手的 所以甚至乎就是說 你那個鞋印踩上去 它可以很明顯說很久都不散 就是你用一些很滑 很幼滑的東西 你踩上去自己會很容易 你滑過我 我滑過你 自己磨平 有陣風吹過 沒了鞋印 但是月亮這件事情呢 我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你一踩上去可以維持得比較硬 比較久 所以那些美國的彩虹人在上面走過 我們現在再上去都看到那個腳印的 是不是? 會的 它那裡你沒有那種水土侵蝕 然後它那些泥沙就比較容易去拆成一個比較 冷淨的形狀 你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也都比平日長的 那我們不如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猜你去看看 我猜你去看看 那支持 меня 之前飛行天宥 alfそう 這是我猜你去看看 我猜你來看看 我猜你去看看 我猜你去看看 我猜你去看看